高雄市長韓國瑜昨天突訪立院拜會立委 為爭取協助登革熱補助款 畢竟日前他還為此盪上行政院長蘇貞昌 中央一定全力支持 6月4號就主動由疾管署通知高雄 高雄也是由衛生局回復我們 還要在1070萬 我們如數就在6月6號照顧了 那如果還有不足 那我們繼續再支持高雄市 沒想到他親自拜訪朝野立委 卻被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也是前高雄市長的他酸 金輩怎麼會不夠用 登革熱如果一旦起來之後 對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影響太大了 所以我們事實上對登革熱的防治 這幾個月來都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各界說不會用預備金 完全是大錯特錯 我們已經用了4700萬 而且我們希望中央跟我們的補助 能夠盡快盡速審查下來 韓國瑜還料下重話 如果不給經費 再有一立登革熱 就算行政院長蘇貞昌的 就讓名嘴黃創夏傻眼了 在臉書發文算韓國瑜 已經變成凡事不沾鍋了 還說比他討厭的馬英九 還更不沾鍋了 來爆料每月有賞60萬 一經錄用現報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十萬 月冠軍再賞二十萬 你敢爆料 我敢給錢